时间真能治愈一切,还是仅仅掩盖伤痛?时间能治愈一切,这句话如同一记心灵安慰剂,在许多挫折与痛苦中被人反复提及。当一个人面对失恋、失亲、挫败甚至重大创伤时,这句话似乎带来了一丝希望,仿佛只要足够耐心,痛苦终将消失。然而,这种观念究竟有多可靠?时间是否真如我们所期待的那般具备无所不能的治愈力量? 探讨这个问题需要从多个层面切入,包括生理、心理、文化以及哲学的角度。时间与生理治愈的关系。从生理角度看,时间的治愈作用相对具体且可量化。当人体受到伤害时,身体内的自愈机制会立即启动。 例如,皮肤上的伤口会随着时间愈合,骨折也会在适当的固定和修养后恢复正常功能。这是因为人体的组织细胞在时间的推移中进行修复与再生。 然而,这种愈合并非仅靠时间的流逝。例如,如果一个人摔断了骨头,却不接受正确的矫正或治疗,时间可能导致伤口愈合的不良甚至畸形,进而影响未来的活动能力。 同样的,若是一个细菌感染的伤口,没有及时清理和用药,时间的经过可能反而会使情况恶化。 因此,虽然时间对生理治愈不可或缺,但它的作用需要配合外部条件。例如营养的补充,医疗的介入,以及自身良好的生活习惯。 缺乏这些条件,时间可能只是一个旁观者,而非真正的治愈者。心理创伤与时间,治愈还是掩盖。 相比生理创伤,心理创伤的治愈过程要复杂得多,且更难单纯依赖时间。 心理创伤的本质在于记忆与情感的深层交织。 当一个人经历失去挚爱,被背叛或重大失败时,那些刻骨铭心的感受会被深深刻入脑海。 这时,时间是否能治愈的关键,取决于个体如何面对这些情绪。 时间的淡化作用 有些人随着时间推移,创伤带来的痛苦会逐渐减弱。 他们可能在时间的洪流中学会接受现实,找到新的重心,从而重新开始。 例如,一个经历失恋的人,或许最初会觉得无法再爱,但几年后,他可能已经淡忘了对方的脸庞,甚至能笑着回忆当年的时光。 时间的掩埋效果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,时间可能只会让创伤深埋,而非治愈。 这种掩埋或许在短期内看似奏效,但随着时间推移,它可能以更为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。 例如,有些人经历了儿时虐待,成年后表面看似正常,但潜意识中的伤痕,可能导致他们在亲密关系中出现恐惧、冷漠或过度依赖。 心理学研究指出,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便是时间无法完全治愈心理创伤的典型例子。 患有PTSD的人,可能在多年后仍然因为创伤事件的记忆而陷入痛苦的漩涡,甚至影响日常生活和社交关系。 对于这些人来说,单纯依赖时间并不足够,他们需要主动寻求心理治疗,学会重新整理自己的情感与记忆。 文化背景对时间治愈的影响。 时间治愈一切的观念在不同文化中有着各自的诠释方式。 这不仅反映了人们对时间的态度,也体现了对痛苦的理解方式。 东方哲学,时间与自然的平衡。 在东方哲学中,时间被视为一种循环的力量,象征自然的生灭与轮回。 比如,中国道家提倡顺其自然,认为万事万物自有其道理,时间是恢复平衡的重要元素。 因此,在面对痛苦时,人们倾向于等待时间带来自然的调和,而非基于寻求解决之道。 西方哲学,时间与个体的进步。 相比之下,西方文化往往将时间视为一条线性进程,强调个体的努力与成长。 在这种观念下,人们会更多地追求通过行动来改变现状,并将时间作为辅助。 例如,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提出,人类的内心需要在时间中进行自我实现,这是一个主动的过程,而非被动等待。 时间的局限性不可逆的伤痛。 虽然时间能削弱痛苦的尖锐,但它无法解决所有问题。 例如,对于不可逆的失去,如亲人离世或身体残疾,时间能带来的只是逐渐适应的可能,而不是彻底的治愈。 许多人在经历这些事件后,可能需要花费数十年来接受,但内心的遗憾与伤感可能永远不会完全消失。 此外,某些错过的机会也无法随着时间逆转。 例如,一位母亲或许因忙碌而错过了孩子成长的重要时刻,数年后回首,即使孩子已经原谅他,他仍可能在心中感到悔恨。 这种遗憾与内疚,并不会因时间而消散。 时间作为治愈的助力,而非解药。 尽管时间本身无法主动治愈,但它的确为人们的成长与转变提供了机会。 在时间的退役中,人们可能重新审视痛苦的本质,学会与自己和解,找到新的生活方向。 例如,经历了重大挫折的人,若能将时间用于提升自己或寻求支持,最终可能将痛苦转化为动力,获得更深层的生命体悟。 但若个体选择逃避,时间可能只是突然流逝。 就像一个心灵深受创伤的人,若不寻求帮助或主动面对,时间可能只是将伤痛掩盖,却无法真正根治。 结论,时间与行动的协调。 时间是否能治愈一切,答案并非绝对。 它既不是全能的解药,也不是毫无作用的旁观者。 时间更像是背景画布,为个人提供了修复和改变的可能性,但最终的治愈仍需个人的努力与选择。 真正的治愈,源于行动与内生在时间的流逝中学会接受现实,重新调整生活目标,并通过积极的改变,寻求平静与成长。 因此,与其被动等待时间治愈,不如主动参与自己的复原过程,将时间的潜力化为具体的成果,这样才能真正从痛苦中重生,迎接新的开始。 。